《咖啡王子1號店》 嘩,寒流真的有救了 可能就是因為這套劇集 叫做《咖啡王子1號店》播完 收視很好 還加上她的拍攝景點那間咖啡室 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寒流景點 當然,裡面的女主角尹恩惠 還有這位男主角孔玉都非常受歡迎 孔玉就厲害了 劇中她就飾演男主角韓傑的角色 其實之前她已經拍過 餅乾老師聲聲唐亞美好的一天 不過都不夠這位韓傑那麼爆 看看,爆到開影迷聚會 又是這個動作,都指定的 當然要切蛋糕 咦,之後孔玉還即席獻唱 不知道大家覺得她唱成怎樣 孔玉就是參加電視台的主持選拔賽而出道 都已經是六年之前的事了 究竟當年孔玉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去片 這個粉絲活動都很豐富 但是還不夠 還有特別嘉賓 是哪一位呢? 登登登登登登 沒錯啦 就是主角尹恩惠 還有另一位男主角金東玉 嘩,真是開心得不得了 既然大家仔細一堂 不如包一些秘密來聽一下 好,像樣子 Pop搖擺 齊々悅 嘩,不要選擇 好,可不可以 馬衛 是 我想要試嗎 隔天 又不是 各位 之後 我拍攝 看看 對手 被騙 給你 最後尹恩惠和孔旭 亦即席表演了他們戲中的招牌動作叫做 吹頭髮 見到尹恩惠 回想起之前 他是Baby Fox的年代 仍然那麼可愛 不過轉做演員的時候 很多人都質疑他的演技一般 現在就完全不同了 不知他回想起來會不會都有多少心酸呢 Idol Singer 我現在是歌手一天 因為我永遠不得夾的 我們以為我自為我 是不得了 我開動的表情 我會表演說 那我為了 我感到非常張狹傷 我好想和風雲 我感到滿興趣的 全都會穿也 但我非常享受 那些人都喜歡 因為我真的想要 他會浮過 每次都有一些人 非常好 不要這樣,我不想看見你哭